在一群喇嘛聚集的庭院里 一位汉族姑娘的身影出现在他们中间 她是要拜这里的喇嘛为师的 洛桑三旦不仅是一位喇嘛 还是一位著名的唐卡艺人 这位汉族姑娘就是慕名而来向她拜识学艺的 这天有人带过来了 带过来找我 然后她喜欢这个热空艺术唐卡 我是一个学美术的学生 我非常的喜欢唐卡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想来学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次次来亲爱以后 正好有朋友告诉我 她认识一位上师 画得很好 前两天我就过来了 女大学生李俊要学的画叫唐卡 唐卡是藏于唐卡的意义 她是藏族地区一种用彩段装标而成的卷招画 作为一种藏传佛教艺术品 唐卡所描绘的内容大多是佛像 因此有人说唐卡是藏民随身携带的妙语 无论走到哪里 只要把唐卡挂起来 藏民们就可以对着她祈祷和观想了 唐卡大的有上百平方米 最小的只有八丈大小 唐卡的制作比较复杂 画一幅唐卡 时间短的需要十多天 长的也要一年多时间 清海省地域辽阔 但是唐卡等佛教艺术 却集中在清海省同仁县的五个村里 而且相当一部分艺人 是当地寺庙里的蓝 藏族人把唐卡画师 雕塑艺人等统称为拉日巴 意思是为神佛造像的人 在喇嘛艺人的心中 做唐卡不仅仅是一门手艺 同时也是一种修行 据说 从前艺人们在作画之前 都先要诵经 然后才开始作画 如果进到大佛像 还要选定一个吉祥的日子 他是佛呀 他是佛呀 我们家主播 你一分钱 没前提的一分钱称过去 还是称过去了 有前提的一元十万的话 他就是这样的 那个是无价值的 看到了 李俊的拜师请求一提出 就被洛桑三半 一口馈绝了 按照佛教的戒律 出家人不能接近女性 因为这是严格的佛教戒律 而且在当地 绘画手艺历来是传男不传女 何况李俊还是一位汉族姑娘 尽管被洛桑三旦拒绝 李俊却依然来到这里 不过有一批法国游客 想来参观 洛桑三旦要把李俊的事放到一边 请问哪位是这里的主人 你好 那我们法国的朋友过来 早就听说过你的画画得很好 想过来看一下 他们在外面等着 是不是可以进来参观一下 你们这个画画的过程 再欣赏一下你们的堂卡 可以 因为堂卡的名气 每年都有许多人到同仁县旅游参观 像这样慕名前来的外国游客 洛桑三旦一年也要接待好几批 这个菩萨嘛 它叫什么名字 这是文殊菩萨 这是文殊菩萨 它是管智慧的 这是菩萨的 这个菩萨的沙烈是 跟他遇到文殊菩萨的沙烈 这是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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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奇案 五方文殊菩萨 五方文殊菩萨 这是一群来自法国的游客 他们对宗教艺术的唐卡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 以异域文化的视觉来看 这些东方高原的宗教与艺术 无处不充满神秘 唐卡画首先是一种宗教用品 为了让礼佛者 对神产生敬畏与虔诚 唐卡的色彩极为夸张 与艳丽 透出一种独特的美丽 唐卡所选用的颜料 全部取自大自然 不是珍贵的困物 就是稀罕的植物 它的配置 全部靠手工操作完成 由于这些特殊的颜料 也是唐卡得以长时间的保存 这些外国游客也许就是被这种独特的异域文化所吸引 他们想看到东方人心中的神 想知道东方人对神的理解 对于青海来说 五千元是许多人一年的收入 但洛桑三旦告诉我们 一幅做工精湛的唐卡 可以卖到几万元 甚至几十万元 而向晒佛节上展示的巨幅唐卡 则是无价之宝 然而作为出家人的喇嘛 他们要钱又有什么用呢 是这样的 我们钱你看 我很十几个土地带着吧 他们要花钱 他们家里要那个 他自己的父母给钱 我们回家是个父母 他买个东西 买个水果 是这样的 然后来我自己 然后来我们寺院每年 有老的 有老的要给点 然后来我们寺院 给养一下 我们寺院给养一下 是这样的 与其他佛教寺院不同 藏传佛教寺院里 每个出家人 都有自己私人的住处 这些建在寺庙里的住处 都是由僧人自己建造的 而修建寺院 供养年老的僧人 也要由喇嘛艺人们处理 对喇嘛艺人们来说 绘画唐卡并不主要是为了换取 生活所需的金钱 更重要的是 通过唐卡的佛像 弘扬教义 他们把对佛的虔诚之心 与对教义的理解 描画进作品里 然后将这种情感 传达给那些请唐卡的人 每天早晨六点钟 落丧三大就会准时起来做早课 在藏传佛教地区 除了重大节日 喇嘛们一般都是在自己住处的 小经堂里拜佛念经 对于一个出家人 拜佛念经是每天必须的功课 但对于喇嘛艺人们来说 对佛经的理解和感悟 会直接渗透到他们的话笔中 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绘画 上完了早课之后 落丧三大的几个徒弟 也陆续到了 作为师父 他还要指导徒弟们学习佛经 他们要在这看似非常枯燥的 经文学习中 找到另一个世界 一个神的世界 并最终要体现在 他们绘制的唐卡中 虽然被拒绝收徒 但李俊仍然每天都出现在 落丧三大的院子里 为彻底打消李俊败事的念头 落丧三大建议李俊去参观一下周围的寺庙 他想让李俊明白 唐卡是一种神圣的宗教画 并非一般的世俗艺术 更不是今天的年轻人追求的时尚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造化 赋予了同仁地区一种特殊的使命 使得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 都集中到了这里 在同仁 不仅有唐卡绘画 还有堆秀 尼素 等宗教艺术品种 而李俊之所以选择来这里 拜师学艺 也正是想从中 吸取更多的艺术营养 与佛教文化的寻陶 堆秀 是唐卡的一种 不过他用的工具与材料 不是画笔和颜料 而是剪刀和绸缎 堆秀制作时 一人先在白纸上画好图案 再选择合适颜色的绸缎 剪成一定尺寸的人物 走兽 花鸟等形状 然后依次粘堆 一副堆秀的制作 少则半月 多则半年一年 像晒佛节上展示的巨幅堆秀佛像 则需要几十人 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每年葬礼的正月初 或者四月中旬 藏传佛教地区的寺庙 都会将寺内珍藏的巨幅佛像 拿出来 展示于寺庙附近的山坡之上 供人们膜拜 这些巨幅佛像 大多是堆秀作品 堆秀的内容 大多取材佛经故事 它注重人物的造型和神态 讲究各色绸缎的搭配 粗犷中见细腻 主体突出 色彩鲜明 对比强烈 由于绸缎厚实 光洁 整个画面有很强的立体效果 犹如一幅丝制的彩色浮雕 堆秀是藏族地区特有的一种艺术 但是细心的人们发现 它和江南苏杭的刺绣 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赵青阳曾经在同仁地区工作了三十多年 他一直想弄清楚 是谁把江南的艺术带到了青藏高原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在当地一个老百姓的牛圈里 发现了一块明代石碑 揭开了这个谜底 这就是那块纪宫碑 碑上刻有当时西北军政要员的名字 还有铁匠 石匠 木匠 等匠人的名字 有一个叫梁大志的画匠的名字 也名列其中 梁大志是什么人 又来自哪里 没有人知道 但这明显是一个汉人的名字 专家们结合地方志分析 吴屯寺寨子最早的居民 是明初从江南派遣到此屯垦库边的军人 后来他们逐渐融入了当地 同时将他们的记忆也留到了当地 这个图开挂上来就要把这个人租到哪儿 后来把他的那个手艺可以带着哪儿 因为他这个既然的图病 出出这些 比什么都 这个官兵们有一部分来自内地 那可得也有来自的人 对吧 那的人的话他确定把这样一部分 这个石匠啊 这样一部分也带到了这个岛地 带到了岛地呢 由所有造作的这样一些影响 他后来出家的话 又变成了这样子这个 这也是从这样一个女性所谓的意思 李俊还了解到 堆秀以前也是只能由男性来制作 但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女性参与进来 女性特有的细腻 也使堆秀更加成熟与完美 对堆秀历史的了解 使李俊对热共艺术有了更深的体悟 也更坚定了他学习堂卡的信心 他有自己本民族的特点 和浓厚的宗教色彩 他的绘画技巧 跟中国画的工笔仲裁 非常的相似 他的构图非常奇特 是三点构图 在画面的任何角落 都可以安排不同的故事 非常有意思 这些都是我在今后学习中要用到的 对我非常有帮助 这是位于郭麻日寺外的石轮塔 它作为龙雾镇的一个新地标 而备受人们的关注 石轮塔是1994年 由郭麻日寺的住持 额像设计制造的 石轮塔高33米 占地密集约1156平方米 此塔共有五层 可以沿着塔内的 盘旋式阶梯逐层登高 沿塔的外壁上 素有菩萨 观世音 和三十五座般若佛像 据说 这座石轮塔 是仿造释迦牟尼 初传法轮所在地的 佛塔造型设计的 塔中心装藏着 石石斑缠的袈裟等生物 石轮塔颜色艳丁 特别是塔上的许多浮雕 色彩鲜艳 远看就像是 镶上了大块的宝石 郭麻日寺石轮塔 充分显示了喇嘛艺人 在佛塔建造上的高潮技艺 被人们评价为 热共艺术不可多得的真品 在乌屯下子 喇嘛们正在为新建的 归音殿里 雕塑一尊 牵手观音像 这显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雕塑是热共艺术的 另一重要品种 在一座寺院里 可能没有堂卡和壁画 但绝对不可能没有佛像 同仁地区的雕塑 是用当地的一种红泥 加工而成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泥土 有着很好的粘性 当佛像全部塑好后 一般还要在表面 刷上一层金粉 到这时候 一座佛像才算真正完成了 与内地佛教雕塑不同 藏传佛教寺院里的佛像 都是空心的 因为这里的人们 要赋予它 更丰富与神圣的美涵 在年都呼寺里 有一尊弥勒佛像 塔通高十二公尺 面貌端庄俊秀 神思贤世永远 据说 这尊弥勒佛像 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当时由著名的 热共艺术大师 悲唐华丹 主持修造 佛像开光时 大师在佛像的肚子里 装了雪多画笔 其愿在这里 出现更多的画师 和能工巧匠 李俊拜师学艺的请求 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他仍然每天到 洛桑三旦的小院里 观摩唐卡的绘画 不过经过几天的接触 洛桑三旦对他 已经不再陌生了 这个 这一朵还可以再染吗 还可以 现在已经干了吗 没有 我干了以后再继续染 干了干了 可能以后还是这样染出来 下班 洛桑三旦好久没回家了 今天他特意买了些水果 去看看父母 洛桑三旦的家离寺庙不远 平时只有父母和两个弟媳妇在家 洛桑三旦有两个弟弟 小时候也出家当辣 现在都已经还俗 结婚生子 洛桑三旦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出家人 在同仁地区 有一个传统 许多藏民家的男孩 很小就送到寺院当喇叭 一边学习藏文 藏经 一边还能学习绘画和其他手艺 作为今后的谋生手段 洛桑三旦的父亲年轻时 也是一位记忆很高的喇叭艺人 后来管祖回家 洛桑三旦16岁开始跟着父亲 学习唐卡绘画艺术 17岁出家当了喇叭 至今已快30年了 现在洛桑三旦也带了十几个徒弟 都是自己的亲戚 或者熟人家的孩子 在同仁县的武屯四个村子 一代代的艺术 就以这种方式传承下来 形成了家家式画坊 人人是画匠的独特风景 同仁在藏语中叫热贡 所以人们就把这里 称为热贡艺术之乡 我们武通这里有一个大概500多个花钱 这里面搞的水平 最高的水平花钱是大概20个左右吧 耿灯达结的父亲 是已故著名的热贡艺术大师夏无财让 夏无财让七岁尽死当喇叭 边学经边学画 19岁那年 他有幸跟随国画大师张大千 到敦煌临摹壁画 在耿灯达结的家里 还珍藏着他父亲与张大千 在敦煌的合影 这两张是张大千他们一起照的 后面这个是我父亲 这一个是 这一个 敦煌临摹的经历 对夏无财让以后的堂卡创作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六十多岁时 夏无财让仍然坚持画画 并培养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弟子 耿灯达结的绘画 就是跟着父亲学习的 耿灯达结现在也带了十几个徒弟 他还准备办一所艺术学校 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 一代代喇嘛艺人们 将热共艺术传承下来 并创造了许多艺术珍品 不过洛桑三淡 现在却不得不面对 一种全新的抉择 能否将堂卡的记忆 传承给一位汉家的女子 李俊白师的请求终于有了眉目 几天下来 洛桑三淡对这个女孩子 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考虑了这个一天吧 考虑了一天 然后看她的样子 什么样 这个人怎么样 真实学吗 还是假的学 是这样 真实学拜托的话 我就这样实在有缘 当李俊再次提出 想拜师学艺时 洛桑三淡满口答应下来了 她说这你拿好了 这样说 然后你就这样 这样拿上 这样 然后就画全条 要不然你这样拿上 她就跌下来 画又转掉 你拿着 来 对 经过了拜师仪事后 洛桑三淡终于收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徒 李俊也成为了同仁地区唐卡绘画的第一个汉家传人 凭着对唐卡艺术的热爱和执着 李俊终于走进了这扇对女性禁闭的艺术大门 神秘的舞蹈 隐藏着破解景坡族历史遗团的密码 远古的神话竟然活生生的存在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 走遍中国电影领略神奇的木脑奉歌 揭开景坡族数千年千禧之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